穿山过河 中老铁路建成通行两周年 人货运输超千万 老挝逆天改命就靠这条铁路 截至23年12月2号 中老铁路两年内 累计发送旅客2420万人次 发送货物达到2910万吨 这么大的流通量 在两年前 老挝人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老挝作为内陆国 不离海不离江 要想走出去 只能靠公路铁路 可是你知道吗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 这个23.6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只有3.5公里的铁路 这样的交通状况 让老挝不得不常年稳坐 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宝座 要想赴先修路 老一辈的智慧不只是中国有 老挝也知道 可是看看自己国家的地形条件 80%的山地和高原 老挝人民被难哭了 怎么办呢 向外求援吧 老挝毫不犹豫的 就选择了中国这个基建大佬 因为这样的工程难度 世界上可能只有他们能克服 逢山开路御水架桥 中国仅仅用了6年时间 就完成了修建 一条全长 1022千米的中老铁路 桥碎占比居然高达87% 不得不再一次感叹 我国基建的强大 中老铁路不仅是第一条 与我国铁路网连通的跨国铁路 而且是东南亚地区的 第一条高速铁路 开通之后 云南昆明到老挝的首都万象 路程时间从原来的20多个小时 直接缩短了10个小时 早上在云南吃米线 晚上就能尝一尝 万象的特色脆米沙拉 可以说这国跨的 那叫一个毫不费力啊 为老挝解围 只需要一个中老铁路 今天的老挝真的做梦都会笑醒 中老铁路为老挝解了什么围呢 首先解除了老挝路锁国的交通困境 让老挝从历史上的路锁国摇身一变 变成了路联国 其次就是老挝因为长久的交通不变 导致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 中老铁路一开通 老挝人民才算是跟世界通上了话 赶紧赶上这班经济高速车 截止到铁路开通两周年 中老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 超过2400万人次 相当于老挝人口的三倍还多 对于老挝的老人来讲 这两年建的人 可能比这辈子建的人多多 人一多 那赚钱的门道也多了起来 一边搞旅游 一边搞贸易 老挝人民更是忙的 那叫一个不可开交 尤其是今年4月份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通之后 截至13年12月 云南墨罕的出入境检查站数据显示 前往老挝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次 观光旅游 探亲房友 就业商务等人数 都能占到39.7% 除了两国人民的来往 外居旅客出入境人数显示有14900人 这么大的人路量 搞得万象的车费和房价层层往上涨 平均上涨幅度达20% 这物价上涨这么快 老挝人民能愿意吗 别担心 物价涨 老挝人民的收入也没闲着 中老铁路刚开始修建时 老挝人民就大赚过一笔 中老铁路修建 不管是沙 倒闸还是水泥 肯定是需要就地去猜 老挝的建材供应商们连夜被货 51亿的超高销售额 让老挝人民真正体验到了 什么叫一日炸富 不只是建材商 随着铁路运行 老挝的果农也是乐开了花 从22年12月到今年的6月份 仅仅6个多月的时间 榴莲 龙眼 耶青等各种热带水果 入境超过4万吨 老挝的国家经济真的赚起来了 民富国强好像也不是痴心妄想了 中老铁路开通两周年 成为黄金大通道 中国到底赚到了什么 中老铁路开通 带动老挝11万人次就业人数 让老挝人人有钱赚 据老挝政府的估计 明年前往老挝旅游的人数 可能还会翻翻 预计可以增加7.12亿美元的收入 那回过头看 咱中国在修建铁路过程中 是出钱出力又出技术 红利一点没落着 难道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邻国 怎么可能呢 水果商人王兴可是实打实感受到了 这一波货运红利 以前王兴进货泰国的榴莲 从下单到到货需要22天 那榴莲的新鲜度早就大打折扣了 现在王兴下单之后 泰国通过水果冷链发到万象 榴莲乘上中老铁路 只需要26小时就能到达昆明 然后快速转运到四川 榴莲早上摘下来 第二天可能就出现在中国的水果市场了 不仅是速度上来了 运费还下去了 中老铁路开通后 万象到昆明的运费 直接下降了40%至50% 不管是分销还是囤货 王兴再也不怕了 除了水果进出口的速度快了 云南的咖啡也通过中老铁路 销往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 我们通过中老铁路 进口老挝的天然橡胶 铁矿石化肥等 并且将老挝出口我国的蔬菜 水果 钢材 鸡垫产品等 改善老挝人民生活品质的同时 也不断拉高我国的经济水平 23年1月9号 云南省对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进出口的总额 1451.5亿元 占全省对外贸易的75.9% 这妥妥的就是云南对外贸易的命脉啊 所以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中老两国都是中老铁路的深层受益者 未来 相信这条铁路 一定能将两国经济拉上新高度 我是X4情报员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